在政府飛行服務隊做飛機工程師 我們的工作是隨時後命的 有時候例如飛機在深宵時份遇到故障 我們都會趕回總部工作 有大型事故的時候 工程師亦都需要取消優價 配合部門的安排 我們平時的工作 就是根據航空條例 和部門內更加嚴格的飛機飛行要求 提供定期的檢查、維修 保持飛機的適航性 完成之後,簽放飛機文件 駕飛機才可以起飛、進行任務 除了這些基本工作之外 工程師亦都需要處理一些專題項目 和一些行政的工作 例如出任教官或者講師 為飛機技術員提供培訓 另外,我們會管理飛機零件的存放量 採購合適的飛機零件和行動裝備 我們亦會按需幫飛機進行不同類型的改裝 以及修補的工作 當買入新飛機或者新飛機零件的時候 我們需要與不同製造商開會 商討細節的內容 為了兼顧對中不同類型的直升機 和定翼機的維修 以及不同裝備儀器的保養 工程師需要參與相關課程的訓練和考試 學習不同的維修技巧 例如無損探商檢查 複合材料修補 搜救設備維護課程等等 作為專業的管理人員 除了要不斷進修航空知識之外 亦需要參與人事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課程 此外,飛機工程師亦會透過參與部門 不同的發展項目 加深了解政府的運作 例如更換機隊項目中 學習到政府採購的程序和指引 以及相關的法律知識 作為政府飛行服務隊的飛機工程師 最重要的特質是 冷靜、細心 工程師經常會面對很多突如其來的問題 或者飛機的故障 我們是需要即時作出冷靜的判斷 準確地落決定 另外就是注重安全 我們要妥善安排工作流程 評估工作環境 使用正確的工具 避免損害機組 採用適當措施 提高工作效率 做事一絲不苟 我們必須根據維修搜索上的每一個細節 和指引去妥善完成檢查 確保飛機和其他裝備 得到最適當的維護、保養 以及符合適航性 由飛機工程師做起 當你擁有政府飛行服務隊 所有飛機種類的維修牌照認可 以及豐富的飛機維修經驗 以及管理經驗 就有機會晉升成為高級飛機工程師 再之後上去就是總飛機工程師 記得有一次完成了雙螺旋掌定翼機的年度大型檢查 我和機師決定試飛 其中一個項目就是需要在起飛之後 關了一個引擎來進行順掌測試 當時是很緊張的 因為知道這個項目有一定的危險性 但是又很期待自己維修的結果 後來發現原來關了其中一個引擎 飛機在空中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整個試飛的過程都很順利 在途中 我和飛機師都會商討一下飛行的細節 當然我們都會欣賞一下香港美麗的景色 飛機工程師需要確保飛機是適合和安全 並準備充足的飛機裝備配件 配合機組人員不同的任務 並迅速提供合適的飛機給他們 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將會有很多挑戰 例如迎接新機種的來臨 在這方面 工程師需要加緊步伐 適應新飛機的要求 和熟習相關的維修程序 亦都需要充分了解新機種的系統 以便飛機系統出現問題的時候 可以作出最快最準確的排庫方案 繼續維持部門隨時後命的精神